此人心狠手辣,将兄弟姐妹杀得一个不胜,差点连继承人都找不出来赵高,提到大秦朝的灭亡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一个关键人物,胡亥历史上习惯称之为秦二世而大秦,正是二世而亡其实,整个大秦的灭亡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胡亥,而是他背后出谋划策的奸臣赵高。 赵高本是迎姓是秦朝皇室的原亲他的母亲,曾经获罪被关押收容所,他本人也就是在收容所出生的绅士,可以说非常卑微了前二十多年,赵高一直在秦朝宫里工作这段时期,他刻苦学习自学大秦法律,能力不下于当时的庭位,而且他写的一首好书法本人,又非常擅长察言观色, 在朝中左右逢远狠的嬴政的重用,当时还年幼的胡亥,就是被赵高教授的律法和书法。 所以私底下对于胡亥来说赵高,就是他的老师更是除了父亲以外他最尊敬的人,在那个如狼似虎的朝廷里, 他一直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嬴政的去世。 嬴政巡游到达沙丘突然重病,不久就去世了临死,他托付赵高带写赵书给扶苏,命他主持三葬事宜,并继承王位隐忍了那么多年的赵高终于抓到了机会。 不仅没有按照嬴政的说法下赵书,还与李斯,胡亥,联合隐瞒嬴政的死讯篡改赵书,并且以不孝的罪名,逼死了扶苏。 自此赵高开始了忽崩患,与的生涯胡亥很是尊敬赵高,而赵高又老谋身算,他很懂得取得胡亥的信任。 于是胡亥几乎将朝廷的大权都交到了赵高手中赵高,就利用手中大权肆意残害朝中官员,最惨的就是当初跟他们合谋的李斯不仅自己死了还被株连九族李斯一死,赵高更是肆无忌惮了一时间全清朝野,肆意诛杀一几次后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横征暴敛导致民怨刺喜诸侯叛乱国家,越来越乱。 赵高的动作胡亥也有察觉,并且以你有些不满著名的预言故事指路为马,说的就是胡亥试探百官到底听谁的话,已经对赵高有所忌惮的故事,可是胡亥醒悟的,还是太晚了当时国家到处战乱四起,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时的胡亥,已经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了,史料记载胡亥做了皇帝后对其他众多的兄弟姐妹,更是残忍。 有家毫无人性,胡亥屠杀自己兄弟。 最残忍的是在咸阳市将十二个兄弟处死,另一次在杜游又将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免死将旅等三人也是胡亥的兄弟。 最终也被逼自尽在胡亥的众兄弟当中,随得名声好一点的是公子刚他上书给胡亥,说任意在离山为父亲殉葬。 这才算是落了一个全师面对浩浩荡荡的大军此时,赵高做的不是镇压叛乱维护稳定,而是蒙骗赵高粉饰太平并且私下,比已经准备好了费了赵高令利心。 弟眼看,这刘邦已经越来越逼近咸阳,赵高终于坐不住了,于是叫来了女婿言乐和弟弟赵成商量对策,三人商定好了更换天子,另外拥护胡亥的侄子子英为皇帝。 之所以说子英是胡亥的侄子,那是因为史料中,对子英的身世并没记载,他的兄弟姐妹就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所以子英只有可能是胡亥的侄子。 子英平时为人温和善良生活简朴,但民间很受爱戴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是很适合的紧接着赵高命令手下谎称宫里进了贼人让女婿言乐派人去逮捕,言乐就趁着这个机会率领了一千士兵,来到了宫门前斩杀了守城的卫令,进宫之后就一路杀戮,就这样一直杀到了胡亥的宫殿前。 胡亥心知赵高要反了自己的王位就提出条件,说,自己可以退位只做一个地方小官,但却遭到了拒绝胡亥,无法只好说,可以去做平民百姓,只求能保他一命可视。 言乐无动于衷,胡亥眼看生还无望只好自杀了得到言乐的回报。 赵高首先召集了朝廷百官,告诉他们已经将胡亥击杀并且提出秦朝以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所以王朝的君主自称皇帝,但是现在六国已经独立,秦王朝的领土已经越来越小在称帝,已经不合适了应该像以前一样称王。 才对赵高说完这番话本想仗着,自己有嬴使的血统想要登基位帝但是百官虽然怕赵高可是并没有低头承认他。 赵高无法只好按照原本的想法,另立新王,于是很快赵高拥立子英为秦王便且,江湖亥以百姓的礼仪。 下了葬赵高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很久,子英没有称王的时候就对赵高的种种行为,多有不满现在被推上高位,又心知自己并不是一个,真的王儿只是赵高的傀儡。 这跟他哥哥的遭遇和其相似,他不会傻到再步入赵高的后尘于是联合身边的宦官准备好斩杀赵高。 眼看着子英登基的时间快要,到了赵高派人给他送来了玉洗可是,子英以生病为由,拒绝接受赵高没办法只得自己亲自去送可依到达门口,就被子英身边的宦官砍死。 不仅如此子英临朝,后召告群臣赵高的罪行并且,诛杀其三族致此权臣赵高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词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卷87里斯列传第20期。